本影片纯属虚构 泄机的内容也纯属娱乐效果 敬请广大的观众斟酌观看 也由衷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 呆呆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DaiDai 今天要讲一个少父和老公偷渡 结果被中间人抓去 嘿嘿嘿的故事 故事开始 中间人短手男 带着一班越南偷渡客 偷渡前往德国 他看上了美丽的女主角阿娟 可是他已经有老公了 他没有将喜欢的事告诉小弟 可是做小弟的 很了解自己的老大 晚上一班偷渡客要上船时 小弟猴蜥肚 他假假说位置不够 要阿娟等下次的船才偷渡吧 Bye 突然间灯光闪闪 警察来了 断手男立刻拉着阿娟的手 把腿就逃 跑到一半 两人决定分开逃跑 哎呀,阿娟不小心 破盖就晕倒了 醒来后 咦,为什么我会在床上的 断手男 他想要了 搞搞搞搞 机场翻云覆雨后就天亮了 阿娟立刻穿上衣服 哇,断手男 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可是他没有惊慌失措 只是慢慢的也把裤子穿上了 他拿起巴浪刀 对着断手男 断手男不慌不瞒的 走到了阿娟的面前 和他说 要杀我就用这把刀吧 比较好用 可是在这个树林里 有豺狼 大熊 你杀了我的话 是不可能逃出这里的 听了这番话后 阿娟决定 好吧,我先不杀你 自己先试试看逃跑 跑跑跑跑 可是天气实在太冷啊 阿娟坚持不住就晕倒了 断手男很好心 他把阿娟救了回来 当然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捅啊捅 捅啊捅 画面一转 来到老公男这里 他已经成功偷渡到德国了 还找到了一份厨房的工作 可是他工作并不开心 因为他之前是教授的关系 所以遭到了排挤 一段日子后 断手男好像明白了 就算占有你的肉体 也不能占有你的心灵的这个道理 所以他决定给阿娟离开 给了他一些食物 跑跑跑跑 阿娟来到了一个雪山的高峰 看见一望无际的山 他顿时感觉到绝望是什么 因为他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离开这里的 晚上他又默默的走了回来找断手男 隔天小弟告诉断手男 有一班人要抢他们的生意 要他小心 果不其然 晚上回家时 他就遇到了埋伏 被砍伤了 所幸的是 他用完就一份力爬了回来 阿娟救了他一命 他向阿娟道谢 还顺便表了一个白 可是被拒绝了 晚上吃饭时 断手男告诉阿娟 其实他以前是个地理学家 他有一个太太 当时用完自己的机器 送太太去德国工作 哪里知道他却给我戴绿帽 还打算杀死我 幸好我运气好 才没有死 阿娟想要收碗来洗 哎呀 想偶想偶 哦 原来他怀孕了 断手男问他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我是真的爱你的 阿娟想要回去老公男身边 断手男立刻无言 一个月后 断手男拿到了一笔钱 他遵守承诺 决定将阿娟送回去了老公男身边 途中 两人遇到了警察 幸好断手男早有准备 安排了小弟接应 阿娟才得以逃脱 阿娟终于见到老公男了 两人一见面 就来了一个激情的拥抱 可是吃饭时 老公好像不是很开心 半夜醒来 老公男还没睡啊 阿娟抱着老公男 他想要了 哇 老公男竟然大骂他一顿 谁教你的 你以前不会那么主动的 我知道了 一定是断手男 你们两个一定有奸情 不然他怎么可能送你回来 阿娟很伤心 没想到老公男竟然会那么想自己 最伤心的是 隔天起来 那些三姑六婆还骂他是淫妇 What the 老公男回去餐厅上班 他越想越堵懒 他打包了厨房里的碗碟 结果就被赶了出去 碗碟很无辜啊 回到家 看着手碎的阿娟 他想要了 可是 可是他心里面有阴影啊 他不想要了 阿娟很努力的尝试挽回这段感情 可是却没有用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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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响 是小弟打来的 他要阿娟去见断手男 因为他那天被警察追死 撞车了 阿娟拒绝了他 回到房间 老公演打喊了 硫帽竟然带到这里来 他很生气 他赶走了阿娟 生无可恋的阿娟决定自杀 幸好被路过的外国老看到 送他去了医院 外国老很好人 他帮阿娟找了一份工作 因为这样移民局的人 就不会抓他回去 不只后 阿娟就生了一个女儿 阿娟在外国老的帮助下 搬到了那民营 外国老觉得这里很复杂 劝阿娟还是和他一起住吧 可是阿娟拒绝了 隔天 移民局的人来找阿娟 告诉他 这里屋主要受毁 所以你要找地方住 不然就必须回越南 哎 真是一波未停 一波又起 这时端索南又有戏了 原来他没有死啊 还成了那里的黑社会老大 看着可怜的阿娟 他 还没有啦 只是很担心他而已 小弟问他 要不要接他回来 他拒绝了 阿娟搬到了另一个烂民营 女儿也长大了 一天烂民营发生了枪击案 索性的是 阿娟成功的逃了出来 他去找外国佬 外国佬要他安心先住在他家里 阿娟找到了新工作 在一间餐厅做waitress 奇怪是 有一名女士时常会向他购买大量食物 但是生活还算平稳 好景不长 移民局的人又来了 他告诉外国佬 移民局是不允许外佬和本地人住在一起的哦 除非两人是夫妻 外国佬可以帮阿娟和他结婚 可是阿娟拒绝了 因为他还是喜欢老公男的 这天断首男有待差番 他们要去夜洗另一个黑帮 哎呀断首男被擒住了 然后他的手就被砍断了 小弟他去找阿娟 告诉他断首男这次真的要死了 要他去见他最后一面 阿娟带了女儿去见他 然后断首男就死了 阿娟看到那名每天和他买很多食物的女士 他去找他 哦原来是断首男吩咐女士 安中帮助他买多多食物的 哎呀女儿不见了 女儿 女儿 女儿被两名黑衣人拐走了 这时一名黑衣人对他说 要见女儿就跟我来吧 他来到了一间大屋 哇原来是老公男啊 老公男已经发达了 他告诉阿娟 我们以后就可以过幸福快乐的日子了 可是阿娟拒绝了他 因为这已经不是他当初喜欢的那个老公男了 老公男对他说 你是不是怕断首男回来找麻烦 不要怕 我已经派人去杀死他们了 哦原来断首男的死都是他做的 故事最后 老公男没有为难阿娟 还放了女儿让他们离开 阿娟写了一封信和外国老道别 就坐飞机和女儿回越南了 故事结束 曾经沧海难为谁 除却乌山不是云 取次花虫难回顾 半圆修道半圆军 拜拜 拜拜